朋友问说夫妻到底如何沟通啊 经常就是夫妻之间无效的沟通 到底如何能做到有效沟通呢 这里呢就是我给她呢会给一点 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经验 会分享给到她 那我呢就是每天呢会花一点时间 我们俩一起出去散步 在散步的过程中呢 我会我们俩会聊天 在聊的这个过程中呢 会我会让她尽情地说 在说的这个过程中 我不会打断她 我也不会给她下一个什么定日 或者告诉她不能这样或者不能那样 就她在这个说话的过程中 不管是我认同的还是不认同的 我都会跟她说 嗯嗯嗯嗯对对对 是是是 说到一些那个就是比较精彩的地方 我还会啊你这么厉害呀 哎呀真的呀这样子做的呀 哎你怎么想到的呢 怎么这么聪明的呢 就这样子就是一直 就是引导她 给她想说的话呢 给她说完 当说完的时候呢 哎如果说有 她在那个说的过程中呢 有些确实我不是很认同的时候 我这时候我会问她一下 你刚刚讲的那个 讲的很多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好 但刚刚有一两个那个观点呢 我不是很认同 我能说一说我的想法吗 这时候呢我爱人就会说 哎那你说那我呢就会给我的这个想法呢 只是表述出来 而不是说教她怎么去做 那这时候呢她就会 比如说会认可我 或者她再说一说她自己的一些的看法 这样子呢就能够有效沟通了 那这时候呢跟她讲完了 给她那个倾诉完了 那我呢也会跟她来说一些事情 当我跟她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她就会不自觉的去跟着我学 我刚刚对她的那种方式 那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双方呢 给今天一天遇到的事情 或者是内心的一些 不满一些困惑之类的 然后呢就互相的就倾诉完了 那这样子呢就是 我们两个人的内心呢 不是非常的舒服 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呢 对你来说有没有用 然后但是对我呢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种方法呢 我当然喜欢的人